三星建设 三星建设用20年时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 建设了2000多家现代工矿业企业极科研院所 这张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工厂 仅仅是贵州三星建设的一部分 三星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建设了45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 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液晶、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 进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余万名 潘之花、六潘水、石叶、德阳等一大批新型工业城市 在荒原山沟里拔地而起 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桂阳、安顺、尊义等一大批古老的城镇 在注入工业化能量后 拉近了与东部发达工业城市的差距 数百万建设者为此挥洒了青川和汗水 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这种是无潜力的工业化建设 在今天这个同秀为遍地 严厉执政得前的中国 是难以想象的行为 1964年2月25日 二基部决定在核武器局北京九局和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基础上 成立核武器研究院 对外称二基部第九研究院 青海海沿线经营它221基地成为221研究设计分院 1965年5月 根据散线建设要求 中央专门批准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 大号九零二工程 审指在四川绵阳和广源山区 主要基地在绵阳子同县长青镇长青村发设 长青山西坡山脚 白家湾内1965年开始建设 占地面积58到1418平方米 建筑167栋 1969年初步建成 1969年10月 九月开始从青海金银滩 搬迁至缅阳子同基地 这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王干昌 邓家仙 于敏 陈门宽等 两半人宣誓六位院士 在此工作十余年之久 在1969年至1993年的24年间 这片不起眼的穷山沟 是中国最尖端的核武器研制机构 1993年九院整体搬迁至宁阳科学城 此地荒废十年无人管理 直至2002年8月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整体收购了就职 整修为红色旅游风景区 当年邓家仙居住的宿舍 如今变成了邓家仙故具 如果邓老仙知道自己奋斗了一生的核武器研究院就职 变成了收钱卖票的旅游区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